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意有围棋教室 那么前面的课呢 我们学习了围棋的初级知识 现在呢就要逐步的开始正式学下围棋了 围棋的围字啊有两个含义 一个呢就要围吃对方 另外一个意思呢就要争取多围控 其实围吃对方呢也就是要围控 因为你把对方吃了 这个围吃对方就要围吃对方 围控就属于你了 地方就是你的了 那么到最后呢 数棋的时候就比谁的地方大 谁就赢了 那么这么大的棋盘 大家注意啊 在以前的课当中 我们曾经说过361个交叉点 每个点它都是可以下子的 可是下棋的话 我不能随便乱下呀 还是有个规矩比较好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 看看什么地方下棋呢 更容易围控 比如说我在脚上 我先如果围控的话 我们看看需要花多少手棋 比如我先围控 比如我就围住 这里边啊 123456789 9个交叉点 那么我需要多少个字呢 是1234567 7个字 我再来比较一下 看看在边上围控 也围这9个交叉点的话呢 我需要用多少手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边上我围同样的地方的话 需要多少手棋呢 123456789 1011 用了11步棋 刚才在脚上我们用了几步 用了几步 再数一数7步 对 在中间呢 就已经需要是11步了 我们再来看看啊 在中间到底需要多少手棋 才能够围这么大的地方 好了 现在呢 我们这三块地方是一样大的 但是花的手数啊 我们一目了然 一看就知道完全的不一样 这个地方呢 是花了7个字 7手棋 这地方呢 花了11手棋 我们来数数这边 123456789 1011 1213141516 显然多于这两个 那么这个中间 唯控呢 是需要花的手数最多 16手棋 边上是11手 脚上 是花了7手棋 那么由此呢 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了 要想唯控的话 在什么地方 唯是最容易的 花的手数最少的 效率最高的呢 你们说说看 好 人如意 你来说一下 在脚上唯控 效率最高 对 在脚上呢 唯控 是效率最高 花的手数最少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想了 如果我们要是 唯控的话呢 最好啊 能先在脚上开始下棋 这样呢 对我们将来 这个比 跟对方比控呢 可能更有利 在围棋当中呢 有一句话叫做 金脚银边草肚皮 所以呢 我们这下就知道了 要在脚上下棋呢 更有利于我们去唯控 对不对 是 不过呢 现在随着围棋的发展啊 呃 有了一些新的观念 比如说像有些人就喜欢在中央下棋 他把子老下在很高的位置上 像日本的武功正 数九段 那么他就是被称为宇宙流 宇宙流呢 就是在空中下棋 他觉得好像更重视中原 但是一般说来作为我们抽学者呢 我们要先从标上下棋 这样呢 就能够逐步的掌握围棋的一些规律 但是随说呃 但是随说呃 是要从标上开始下棋 可是还是得找着规律 现在呢 我们把这几个子拿下去 我们来看看 如果在脚上开始下棋的话呀 脚上这么大 这么多点 还是找不着应该从哪开始选择 我们看如果下在这个位置 一一 这也是脚 我下的没有错 也是脚上 但是这手棋好不好呢 它的效率是不是高呢 如果走在这的话 那么被人家白棋啊 一走二二 你走一一 我走二二 我们看这个一一 它能逃到哪 你走这个 我先不说 这么着就能把你吃死 我就算这样老老实实的一退 那么这两个子 你还往哪逃啊 因为你的位置太低了 做不出两只眼来 那这样就会被白棋给吃死的 所以呢 这点显然是不行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把它的位置升高一点 我下的二二 他一想这些二二 你不能再把我吃了吧 可是呢 你走二二 还有问题呢 人家白棋走三三 始终是压着你一头 就不让你这个位置升高 我们看看白棋 在走三三的时候 黑棋走这个爬 白棋呢 就退 黑棋走这个的时候 白棋就封住它 它再爬 白棋就再退 你爬的时候呢 我还退 这样啊 黑棋虽然在脚上 可以活棋 里边呢 它有这么多个交叉点 这么大地儿呢 活棋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它一个子 只围了这么一个地儿 这么多子才 你看这个地方 它这么小 可是白棋呢 虽然好像看着没有 很实在的东西 但是这几个子啊 它的威力可就大了 它将来对中央啊 对边上啊 等等这个辐射面 就非常的广了 那么白棋的潜力 应该说呢 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黑棋的这种下法呢 显然也是不成功的 因为你的这个子的位置 太低了 我们再来看看 既然这样走低的不行 那我走高的 我走高的 我走到这儿去 这个位置可真是高 不过你要走在这儿啊 人家就不从上面走了 你走五五的时候 人家不走六六了 如果要走六六 黑棋就顺着这么走的话 这个角可能真的很大 那么作为白棋呢 你走五五的时候啊 它就可以去走四四了 大家看 我来抢占角了 因为角上 如果要想唯空的话 它的手术又少 效率又高 我现在走这个 你走这个 我就走这个 你走这个 我还可以这么走 大家看 这样 是不是白棋 很轻易的 就围上了一个角呢 那么这块地方 就属于白棋了 对吧 所以黑棋啊 这样 很随便的 就把这个空送给对方 在围棋当中呢 是非常不可取的 因为 要寸土必争 这样呢 你才能够跟对方去争胜负 你把空送给了别人 意味着你自己就少了很大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下法也不行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得出了结论了 低位也不好 太高位也不好 那么三四位呢 三四路可能更合适一点 比如说走三路 你要是走这个的话呢 这个在围棋当中下法都是有的 那我呢 就老老实实的 在底下走 那么这样就可以 围围空了 围围空显然比刚才在二二的位置要大很多 也就是说呢 它的效率就要高了很多 如果走在心位 走在心位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你要是在底下走呢 它就要外头 当然白棋这么下是毫无道理的 黑棋呢 轻轻松松的围角 白棋是不满意的 也就是说 在三路和四路围空呢 是最容易的下法 那么 在角上啊 如果我们要围空的话 如果说花好多手棋围呢 可能 也不见得就那么满意吧 比如说 像我们刚才摆的形状 围这个角上 你们觉得有必要花这个七手棋 才把它围住吗 好像我觉得子太多了 把这些子 如果我给它减少一点 要是能够把这几个子 都给它减下去 好像这个角也能够围住 是吧 那我把这些子 剩下的五个子 我挪到其他的地方 围更大的地方 不是更好吗 所以在下棋的过程当中呢 角地的空呢 是比较容易占的 大家看这个形状呢 手脚啊 固然是很结实 但是呢 我们不妨可以把它 再过去一路 走来这儿 这样呢 好像 虽然不如这个结实 但是呢 毕竟它也 暂时的守住了 这个角 白旗呢 是不能够轻易的 进去的 进去有可能 被对方给吃掉 那么这个形状呢 在围棋当中呢 叫做无忧角 忧呢 就是忧愁的忧 无忧角显然 这个地方就是 没有忧虑 不用担心 它已经用两手棋呢 就守住了这个角 现在我们就知道 角上呢 是用两手棋 基本上就可以守住了 如果效率再高一点的话 这个第一颗子呢 不妨可以放在心位 这样呢 就当作一手棋 就占了一个角 另外呢 我们知道角上啊 手数少 边上呢 手数多 那么边上到底要花几手棋 才能够围成一块空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要围成一个漂亮的形状的话 显然这样的几手棋 比如这样三手棋 或者是走在这儿 或者是走在这儿 这样呢 应该说都把这底下的这个地方呢 是给围住了 那么现在看出来呢 我们要在边上围空啊 比脚上呢 要稍微的难一点 因为花的手数要多一点 当然了 下棋的时候就要尽量提高自己的效率 把子呢 可以下得更开阔一点 比如说 已经守成了这样的一个无忧角了 对方这有个子的时候 我们不用非得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我们不妨可以一下走大一点 这样呢 可能效率看了就非常的高了 在这个正式下棋的时候啊 我们呢 还要学会很多的关于对局的时候 这个术语 下面我们就来学一下 那么当你在脚上啊 有一个子的时候 无论是在这个位置 这几个位置 有子的时候呢 对方靠近你下子啊 比如走在这儿 这种术语呢 叫做挂角 比如像现在这个挂就叫做小飞挂角 当然不仅仅是这一种挂角的方式 还有很多种 比如说高挂 一间高挂 还有大飞挂角 二间高挂 比如说这个子要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同样存在这几种挂的方式 小飞挂角 高挂 二间高挂 大飞挂角 如果在三三的位置的时候呢 也一样的 比如说这种 一间挂 二间挂 二间高挂 一间高挂 等等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枣儿 在对方没有挂的时候 你自己去守了一个 比如说 你想把这个控守住 或者是在低位的时候 那么这个呢 叫做手脚 手脚呢 就是希望下一手棋 然后呢 把这块呢 能够成为自己的地方的时候 这手棋效率还是很高的 这个是小飞手脚 大飞手脚 这个高位手脚 二间高位手脚 还有就是在布局的时候啊 尽量呢 使自己的步调快 那么在边角范围之内呢 把自己的这个子儿啊 发展向左右 间隔一线 或者若干线 拆出去呢 我们管这个叫做拆边 我给大家摆一个 请看 如果是这样的 若干线拆出去 比如说我走在这儿 也叫拆边 走在这个地方 走在这个地方 都可以叫做拆边 如果位置低一点的话 拆二 这个叫做拆二 间隔两个线 叫做拆二 还可以呢 拆的更远一点 那么这些呢 都可以叫做拆边 拆边的作用 有的时候是非常广的 在布局的时候呢 运用的是非常的多的 我们再来看看啊 当对方挂你脚的时候 你对这个子呢 就需要防守 如果不走的话呢 对方对这个子呢 会成会形成呢 二打一 对他形成攻击 所以呢 黑棋有的时候啊 为了防守 不光是这种情况 还有很多的时候 有的时候为了防守呢 可以采用这种小飞的办法 你看在自己的低路上 小飞一手 比如说他也小飞 那么你补一手 这个情况呢 我想是学棋的朋友 经常见的 这个小飞就使得黑棋自己呢 非常非常的安全了 如果走在这个高位上 那么在维系术语当中呢 我们叫做他单关跳一个 这样同样跟小飞是一个道理 都是为了使自己的这个子呢 更安全一点 而且呢 还有往这边发展的意思 比如说 像这个地方 比如说有子 那么如果我在你的上一路 走一个子的话 也就是像给你戴一顶帽子 把你震下去 那么这个在维系术语当中呢 叫做震 震有的时候呢 可以起到攻击对方的作用 还可以起到唯控的作用等等 比如说如果要是自己的子啊 往上走一个 那么这种情况叫什么呢 叫做跳 跳啊就是间隔一个交叉点 往上走一个或者走两个 都可以叫做跳 如果走再大 那就不叫跳了 因为你中间的出现了问题 跳呢 是一种比较快的走子的这个招法 但是呢 跳不是属于最结实的 因为毕竟中间呢 还是存在着一点问题 没有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不过跳有的时候呢 还是要利用的 因为如果你要是一步一步走呢 显得太慢了 效率太低了 这样呢 下起围起来就不好看了 没有意思了 我们再学另外几个围起术语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讲加工 听着这个词的意思啊 我想同学们可能就会想 这个加工啊 有攻击对方的意思 当对方比如说来挂你的时候 你不想这样老老实实的硬他一手 你想了对这个子发起进攻 那么呢 就会在这一带选择下子 这一带下任何地方 那么这个术语呢 都叫做加工 比如走在这 走在这 这些都是可以下的 它都是处在一个加工的位置 加工呢 用途也是非常广的 在以后的对局当中呢 我想我们经常会碰到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图 如果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个子呢 进行攻击 那么就要采用这种 这种攻的方式 你看这个像不像飞起来了 好像一个小飞机一样 那么这个在维基术语当中呢 叫做飞攻 你看不仅仅飞起来了 还同时对这个白子呢 有一定的威胁性 那么飞攻呢 也是非常有效的攻击手段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图形 假如这个旗 是这样子的 比如对方这儿有一个子 那么下一步呢 很显然就要把黑旗这个子 给封进去了 作为黑旗呢 它就得想办法往外逃 逃如果用我们这种 比如说飞的这种方式 显然是不行的 人家呢 一走这个 就可以把你给断开了 那么这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走其他的 好像都很危险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 从这条道上走出来 这首旗在维基术语当中呢 叫做 搭 或者呢 叫做靠 紧紧的挨着对方这个字 叫做靠 或者搭 这个经常有的时候在跑自己 孤旗的时候是非常需要 实用的一种手段 还有这种旗也叫做搭 在对方的这个左边 走一手旗 他也是搭在他的左边 那么这手旗呢 跟刚才的术语呢 是完全一样的 搭 如果是这样的旗 比如对方现在 镇里 要对这个子进行攻击 前面我们讲过镇了啊 镇里进行攻击 黑旗怎么跑出来呢 黑旗 这边一条道 或者这边一条道 但是呢 好像只能通过这种手段出来 如果要走其他的 就会被白旗给断开了 那么 在自己的 这个鞋上 鞋的上方啊 或者是下方 比如走这边 下边 当然不是这种情况的时候 这种情况现在只能走这个 无论上方还是在下方 斜线上走一个子呢 都叫做尖 尖呢 应该说是最结实的形状 它是断不了你的 比如说他要走这个 你可以接在这头 他从这头走呢 你可以接在这头 所以尖的形状呢 一般来说呢 是不容易被对方给断掉的 尖 而且也是一个常用的逃跑的手段 下面我们再来讲一讲 什么叫做鸭 比如现在黑旗啊 是这样的 他这个 这边有形式 那白旗呢 从这边走过来的时候 黑旗想扩大这边的 这种情况 他在这走一手旗 在白旗的这上面走一手旗 那么这手旗在维基术语当中呢 就叫做鸭 如果你要是一走 他就 这样 我们看通过这一压呢 一下把这边就给扩大了 所以压 这个手段也是常用的 还有的时候啊 还要用上另外一个 叫做非压的手段 就是利用非的形状 然后呢 还压迫着对方 叫做非压 非压呢 也是扩张自己的这个一个形状的 比较重要的手段 走这个 黑旗就长 然后再走出来 那么这样呢 黑旗通过非压以后呢 就是压扁了对方 扩张了自己 这也是常用的 还有就是 有的时候啊 大家看这个形状 这边呢 也有一个白子 那么黑旗在他中央放一个子 左右两边呢 都有拆的余地 都留有拆的余地 我们管这个子呢 叫做分头 在对方的势力范围之内 下一个子 然后都有这个拆的余地 叫做分头 比如如果这个 这个地方要是 还有子的情况下 我们还走到这个位置呢 也可以叫做分头 因为这边有拆一 这边呢 有拆二 再看看这样的棋 当你这边有子 然后呢 进入对方的空里边 这个没有拆的位置 可是呢 人家这有子 两边有子 你进去了以后 这个子 在术语当中 叫做打入 打入呢 一定是进入对方的空里 才形成的一个术语 这是打入 另外呢 比如像现在这样的棋 黑白双方啊 都想抢占的这个地方 因为黑棋走过来呢 黑棋这边就大了 白棋如果走过来 白棋这边呢 可能就会形成模样 这种地方啊 在围棋术语当中呢 我们管它叫做大场 大场呢 就是黑白双方 都想去争的地方 叫做大场 好 我们来看看 如果是这样的棋形 叫什么呢 如果黑白双方啊 紧贴在一起 那么在对方的上边 或者下边走一手棋 在这儿 或者在这儿 这个在围棋术语当中呢 我们管它叫做斑 正确的说应该是板 把它板过来 无论是一个子 还是两个子 如果是两个子的情况下呢 走这个或者走这个 也还叫做板 当然长子长得多的时候 走过来 也叫做板 板在围棋当中 运用的非常的广泛 而且呢 也是非常厉害的手段 比如说 如果要是这样的 在标上的时候 这个白棋的二子头 如果被黑棋板住的话 一方面限制了白棋 往中原的发展 另外呢 我们看通过这一板之后呢 黑棋是不是这边的势力 就扩大了呢 这个板起到了很决定性的作用 跟板相关联的 比如当你搬的时候 黑棋搬 白棋也搬 这时候黑棋如果继续搬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连搬 就是连续搬两下 叫做连搬 连搬 比如说 我们现在不看这个形状 把它移到脚上去 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如果这个棋发生在脚上 我们通过一连搬 看看这个白棋怎么搬呢 白棋如果要是 想活脚上的话 可能要非常委屈 把这个子接上 黑棋接在外边 你虽然脚上是活了 但是外边的势力呢 就给了黑棋了 白棋如果不老实 他不想活这个 他一看到这有断吃 他去吃的话 那么黑棋呢 同样也会有收获的 当你打吃的时候 他可以打这个 你提了以后 黑棋利用边角吃子要领 把这两个子呢 往脚上赶就给吃了 那么黑棋因为连板 这个手段使用的得当呢 就获得了脚上的实力 这个是连板 我们再看看围棋当中 还有一个术语 叫做反打 刚才我摆到这的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我并没有去打吃 而是在这头打 就是当我自己的一方的子 被对方打的时候呢 我不顾去救这个子 而是再去反吃对方 那么这个子呢 就叫做反打 反打得来的效果 就是我弃掉一个子 但是我得来更大的利益 下面呢 我就摆几个关于这个反打 还有连板的这几个练习图 好 咱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呢 黑棋先走 请大家看一看 他应该用什么手段走呢 请任如意 你来回答一下 黑棋搬的 黑棋应该连板 这个已经是搬了 再下有就连板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退呢 我退了 白棋再走 白棋再走 对 这样一直走下去啊 黑棋呢 虽然也达到了 这个围外势的这个目的 可是呢 效率不是最高的 一定要连板下去 连板呢 因为这个地方 对于白棋来说有断点 而且呢 黑棋呢 可以 马上就把白棋给限制住 这边的扩张呢 将来距离就宽了 也就是说围的地方呢 可能就会更大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呢 也没有断黑 因为你打吃 它就接上 自己还有这个毛病 所以呢 要补这个毛病的时候 当比如说 你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可以再接上 或者再挡下来 好 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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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棋呢 现在呀白棋 你看他特别大胆 他都拆到这儿了 他认为啊 这个地方现在全是他的空 这位黑棋是不是同意呢 不同意 人如意 那么黑棋在这地方有没有手段呢 嗯 黑棋打一个 然后呢白棋提 黑棋怎么办 利用什么手段呢 对 这样就是利用反打的手段 如果你往上长呢 他就再继续打吃出来 然后把这个子一补上 现在黑棋就把白棋分成两块了 也就不仅分成两块同时呢 还破掉了白棋的空 那么就是利用这个反打的手段呢 取得了成功 好请坐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又学习了很多新的知识 下期呢 我们继续学习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再见 下期再见